新闻事件 法眼观察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 川普法治理念 解答法律难题 请听个案说法 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个案说法 我是方红 买房不成 反赚了120万 卖房毁约 法院判赔120万 卖房人不愿卖 法院判决继续履行 听说过买房卖房赚差价 听说过中介赚提成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买房没买成 居然也能躺着赚到钱 这一赚就是120万 这样的事情就被厦门的一名女子碰上了 厦门房价上涨 越来越多的房产卖家就开始反悔不卖了 卖家违约引发的官司也随之增多 最近海仓区的一位女购房者就因为买房不成 一不小心就赚了120万 房子涨价 卖家反悔 上涨的差价 卖家要不要赔呢 最近海仓区法院就发布了一起购房纠纷 购房人陈女士是厦门的市民 去年1月她通过中介看中了海仓区的一个花园小区的一套房子 于是就和卖家老林谈好了房屋总价380万元 那谈好了价钱以后双方就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 约定啊 老林把夫妻共有的这套房子以380万块钱卖给陈女士 随后陈女士就先支付给了老林50多万 三个月过去了 卖家老林却反悔了 她向陈女士出去含见 说交易期间这个房价的波动太大了 没有办法及时收到房款 再次去换购房产 造成了她巨大的损失 而且自己的妻子又不愿意配合继续完成交易 所以呢 她愿意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违约金 可是陈女士不干呀 她不想要违约金 她就想要房子 她也无法接受这种不讲诚信的行为 所以陈女士就把老林告上了法庭 并且向法院起诉 要求判令老林赔偿房屋差价损失120多万 那经过鉴定机构评估 老林的这套房产市场价已经是高达了508万 应该说比之前约定的380万是涨了128万 这难怪老林要反悔啊 几个月的时间自己就相当于少卖了128万呀 那么老林的如意算盘能不能打成呢 陈女士要求老林赔偿房屋差价损失 又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云南大涛律师事务所的 王少涛主任律师来给我们进行解读 王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感谢王律师 那么对于违约的老林 他真的要承担128万的赔偿吗 而对于没有拿到房子的陈女士 他又能得到怎样的补偿呢 这个案子还是很有意思的 在我们的司法实践当中 作为违约金或者违约而造成的损失 判处128万 也就是说我们的购房款是308万 380万 然后违约金或者损失判处128万的这么高的比例 这个案子确实还是开了一个先河 那么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判 有没有依据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就是双方虽然签订了一部购房协议 但是没有进行登记 没有到房管部门去过付 这个合同有没有效 这个法院会不会支持 这个还是我们要回到这个物权法当中 那么物权法当中就明确规定 这种不动产物权的合同 那么只合同成立时就生效 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率 一句话 也就是说虽然房子没有过付到 买家的这个名下 但是他的合同是有效的 也就是双方买卖房屋的这么一个合同 已经发生了效率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老林 他说这个房子和妻子是共有的 那么妻子没有同意签订这个合同 所以是无效合同 那么这个根据原来我们的民法通则 从原来的一些法律的观点来看 他确实是有道理的 共有权人在处分共有财产的时候 必须要有共有权 所有的共有权人同意 那么这个合同才是有效的 但是最高法院在这个审理买卖合同纠纷当中 那一个司法解释当中 有这么一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已出卖人在缔约的时候 标的物没有所有权 或者没有处分权为由 主张合同无效的 法院不予支持 那么也就是说你把这个 特别是在这位夫妻之间 你在卖这个房产的时候 合同已经签订了 你到最后说啊 我的妻子或者我的配偶没有经过他同意 那么这个时候法院就不会支持你的主张了 不支持你的主张并不是说 就一定没有这种可能 就是你的配偶确确实实有一种可能就是不知道 那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这种情况就是 因为你个人擅自处分了一个共有财产 造成的损失 那么由你自己擅自处理的一方 你自己去处理去 也就是说你内部的关系你自己处理 对外它还仍然是有效的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就是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的一个根本的原意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作为妻子 或者是丈夫一方真的不知道的话 这个还是有损了一方的权益 因为真的是家务事难断 一方把自己家里的这个财产 包括自己的财产给处分了 你要是跟他追回来 挺麻烦的涉及到法律情感各个方面 像这种类型就是处分共有财产和那个一方对外计款 在一般情况下都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其实是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就是对于外人来说 他根本无法去判断或者去证明 你们之间两口子 你夫妻两个究竟是怎么商量的 是否达成了一致 那根本无法去判断这个事情 也根本无法举证 所以法院就推定 你们既然一方来签了这个合同 就推定 这是你们共有人夫妻共同做出的决定 为什么不能按照这个签字 比如说既然是一个家庭的人 你对外的债务也好 还是对外的处分财产权利 大家我觉得签一个字 这样就避免了很多麻烦 这样不是更好吗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要求的 但现实往往是非常复杂的 有些时候甚至于是夫妻双方出面了 都出面去进行签订合同了 但是因为信任说一方就签订就行了 这个大家没有问题或者怎么样 也就是现实非常复杂 在这种现实非常复杂的情况下 我们不能要求说夫妻双方都要一定能够去签字 这个在现实当中是不完全能够做得到 在这个合同有效的情况下 法院就做出了一审判决 他支持了陈女士的诉讼请求 要求卖家老林赔偿128万多的差价损失 这个赔偿应该说给老林吓坏了 他觉得即使要赔也不该赔120多万 那王律师怎么来看这么高的赔偿额呢 要如何来看待这么一个判决啊 其实还要看他们双方约定的违约金 也就是违约以后应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是怎么约定的 但是这里面又有个问题 其实虽然可能会他们之间有一个违约金的这么一个约定 但是一般情况可以判断 违约金可能远远没有达到双方的 就是个评估下来的这个差距 就是128万那么大的差距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说违约金你约定 但是约定以后 不足以弥补你的损失的 那么对于违约金不足的部分 你仍然可以要求按实际损失来进行赔偿 本案这个法院做出的这个判决啊 就是按照他的实际损失来进行赔偿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房子双方签订了这种一个习议 这个房子陈女士购得了 那么购得这个房子以后 现在房价飞涨 那么飞涨以后 如果你反悔了 也就是陈女士不能获得这个房子的产权了 那么实际上就是陈女士 她要损失掉 因为房价飞涨而带来的 她的这个既得利益 也就是说涨出来的这个差距128万 就相当于陈女士的一个损失 其实类似于这样的案件 就是因为房价飞涨 很多人违约的这样的案件呢 我之前也接触过很多 比如说在咱们昆明法院呢 也审理过类似的案件 但是好像很少会把这个实际损失定为房屋的差价 所以呢 最后赔偿下来啊 法院判赔给买房的这个赔偿数额呢 都没有这么高 那么这实际损失到底怎么来认定 可能是不是在各个法院还有不同的看法呢 一个是各个法院会有不同的看法 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是就像在本案当中 实际上这个案子我可以肯定 你是卖房的这一方 他一定不会服这个一审判决 那么二审法院究竟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判决 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就是说这128万 究竟是属于这个购房在陈女士的实际发生的损失 还是陈女士的一个预期的利益 也就是他不是一个实实在在已经发生的损失 而仅仅是一个预期的利益 这个其实是有争议的 所以这个案件虽然我们看到了一审这样一个判决 我估计不见得二审法院会完全支持这么一个判决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它是有争议的 那作为王律师 你本人怎么来看这个实际损失这个问题呢 个人认为这个不应该是陈女士实际的损失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这个房子起码还没有到陈女士的名下 因为他没有经过房管部门的这种过付 那么还没有到陈女士的名下 陈女士他还不是这个不动产的这个误权所有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房子增值了或者怎么样 实际上跟陈女士有没有关 有关系 但是他不是陈女士自己的房子增值 因为他还没有过付 所以只能是陈女士的预期利益 而不是一个实际的损失 所以可能另外一部分人会觉得 不管你有没有过户 反正我钱付了我们的这个合同是生效的 那这个房子它就应该是我的 那在这个应该的基础上损失它的差价 那就应该补给我啊 就是大家在这个问题上 确实就是会有一些争议 那我们也会来关注这个案件最终的一个判决 对其实争议的焦点在哪儿 其实就是一个物权和债权的问题 如果这个房子的物权已经属于陈女士 那么这种判决没有任何问题 但如果仅仅是一个债权 也就是说他和这个卖房在老林之间 仅仅是一个买卖合同 也就是说仅仅是一个债权 个人认为这个判决可能还是值得商榷的 就我掌握的一些情况 或者司法实践当中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情况 确实没有法院这样判决过的 那么他要算的就是 实际陈女士真正造成的损失是多少 那么他就可以支持多少 或者就是按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来进行判决 好的 那在这里呢也非常的感谢王律师 这个案件呢 应该说不仅是让老林觉得很吃惊 最后的判决结果 让很多我们围观者也觉得挺惊讶的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老林不管是赔多少 好像都是应该的 因为他毕竟是不守信的一方 不守约的一方啊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一诺千金 又何况呢 这个是白纸黑字约定的合同 你都要反悔 而且呢 大家可能推定他只是仅仅为了这一百多万的损失 虽然这一百多万呢 不是一个小数目 但是呢 做人做事做企业 都是应该以诚信立本的 更多的案件深度解读和文字资料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个案说法的公众号 个是个别的个 案是案件的案 大家的关注也是对我们做节目的一个很大的肯定和鼓励 非常的感谢大家 在个案说法的公众号里 您对我们讨论的案件有您自己的看法 可以给我们留言 同时呢 也可以找到联系我们的方式 给我们打电话进行咨询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